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想问一下 这个上面有扫桥的人吗 有 专门有 专门有 有啊 那扫桥也有人扫啊 你会看到 扫桥 肯定有啊 每天都有扫桥的吧 不知道我 我们不知道 你上去上面问吧 钱啊 我们是这里也不知道啊 那很早了 三四两桌 四五两桌都扫了 嗯 下位也扫啊 每天两天 那扫桥它是早上五点半开始上班 清晨五点半 整个城市依旧被黑夜的薄纱笼罩着 小桥那一天 像往常一样 从天空破晓时分拉开了序幕 空荡荡的新人桥上 他成为了珠江桥上的绝对主角 师傅还要走哪 还要走前面桥 哦 还要走上面 刘忠书是一位桥面清洁工 主要负责海珠桥与解放桥每日的清扫工作 通过与刘叔的对话得知 他不是本地人 在2013年带着妻子和小孩来到广州打拼 迄今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已经八年了 那那那那说不你过年不回家 不回啊 我们过年就是不能走啊 过年期间留下加班 能够赚到几乎双倍的钱 刘叔说 有房子的不一定叫家 有亲人的才是 他们举家搬迁 让老婆孩子都待在身边 但是 离乡的游子又有谁是不想家的呢 广州桥上这来来往往的车辆 都将刘叔的思绪带向远方 刘叔每天都要与这两座桥相伴至少近五六个小时 工作也非常严格 工作也非常严格 一天就要扣你两百多 啊 为什么要一天扣两百多 要矿工啊 太扣了 你跟他请假也没用 请假没有 就是给你打听四家 现在还好 星期六不是一个双工资吗 星期六是 你们都懂 星期六是该休息 对 他就是双工资 星期六那天你不上班 你有四 他就给你打个列架 你休息那天 就不算 你不穿也不扣你 那他早些的话 就给你还 那一天就听说是扣三百多 到扣你的钱 那你从个酒后来干什么 有什么办法 下把名 你手 哎 在我的家 要死都不在心上 世事无常 守桥不止 八年的小桥工作 桥 早已是刘叔的归属 小桥虽然不能为刘叔带来什么 但八年的时间 足够沉淀刘叔对桥的感情 但我们调侃判刘叔 这种感觉说话特别有意义 哎 有意义 我选到很多东西 我们不行 我们不行 刘叔十分谦虚 在与我们交谈中也十分淳朴实称 没有一些面对镜头会出现的高尚想法 对于他的工作 他非常肯定 他说 社会需要我 这些桥需要我冲在一线 我就尽好本分坚守岗位吧 其他顺其自然 什么值得终极热爱 答案只有生活 羡慕那些真正有灵气的人 山水一眼辗转成风月 苍生在他们的眼里只剩怜爱 刘叔也不禁感叹 怎么一下就干了八年 他看着珠江道上一点一点发生着变化 江道边旧居民楼拆除 新楼建起 刘叔说真的很担心房价上涨 无处可住 我们询问刘叔是否有提供住宿 他说 你管 国民比一样 二十块钱多acji 挺便宜的 大型还是比想 二十多 就比 不行 一大多就行 大多多 估计应该有 估计二十七八多 尽管妈妈咧咧 但刘叔却说得无比沉迷 这守桥的旅程啊 从未迷茫 这日夜守桥的日子 风吟而无憾 至于说工作 辛苦当然是辛苦的 但有多少行人游客 会为这些大桥感到骄傲 会驻足在这大桥上 看珠江水东流 吟唱大好山水 一想到这些刘叔说 我不感觉到自己自由 而又有尊严地活着 大桥续着两岸 而我徘徊在珠江两岸 这是我的桥 新年 前年 升起一世 到底很很爽啊 风桥 全部风桥 全部拉面 全部风 不能够 四点多我们就上班了 四点半扫完 八天四点半上班 不是四点半扫完就去看 还不愿意看 所以我感觉说话特别有意义 对 对 这就会让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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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对